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哥砍电影当中的 砍的这个杀手不太冷 这是1999年出品的一个相当好的片子 1999年是电影界当中的丰收的一年 而这个片子它的特点就是 它从人性的角度 而换个角度来讲 一个职业杀手,一个男人 内心中的人性的真实的一面 对生命的那种珍珠 和一个年幼的女孩子 她的生活的环境 使得他们两个人成为了狭路相逢 却共有着在这种狭窄的生命的空间当中 寻找自己的出路 寻找人生的人性的真实的那一面 人们认为的坏人 杀人的人是个坏人 但被他杀的很多是贩毒的 人们认为应该维持正义的警察 在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来的 到这个超市买点菜 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太多人 结果出来的时候看见两个车 一个车应该是到 就在停车场 一个往里到 一个往外出 那两个车呢 等于是肩背肩的这么一错位 就等于差点蹭 谁也不走了 急下就把路给挡上了 在停车场嘛 挡上了 我离着老远看着两个车挡上了 那心里琢磨着 得 又有活干了 结果没一会儿 就听这边车里是开的一个SUV的人 就跟那个开的1的人就说说说了 阿尼阿尼就这 哎一会儿那边车横 卡一拉车门家伙车里坐好几个老爷们 哗哗哗一个比一个大就出来了 这边车里一个那边车里好几个 天津人 人家那厉害啊 那因为人多嘛 哗就给那小子围上了 而那小子也出来了 我心里能明白 这地方啊不是天津 OK 那意思是这地方不是中国 要弄明白了 那一般谁也不敢动手打架 你都不敢碰的 在这种冲突下 谁碰对方 对方能讹上你呢 文章上到处写 李怡之邦 然后这李怡之邦里头 那么大的停车场都没什么车 你俩车这么一错位都不干了 要论个你长我短 我跟大家讲过 08年毒奶粉的时候 那么多孩子吃了毒奶粉 有几个大老爷们 替你家的丫头 替你家的儿子站出来 没那出息 跑到外头抢奶粉 人家不干 说人家如何如何 一样 我跟你讲一样 什么叫共产党的邪恶 你今天的表现就是 一个人 当失去了做人应该应有的道义的时候 一个人当只顾及自己利益的时候 见着软的 他望死了头 见着横的 他往地上啪 真的 这就是魔鬼之下 把人摧毁之后的直接表现 你以为没到你家呢 到处都是 这就是我说的丢人现眼的地方 你换一个国度 却换不了你的想法 换不了你的观念 换不了你的行为 所以这就是在我的眼睛里 哎呀 就是非常的悲哀 这是被党文化摧毁之后的 现实生活中的表现 这也就是我自己做节目当中 我一再跟大家讲 政治新闻内在 一切对于我个人无所谓 只不过透过这样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 做人的尊严 和把自己真正当成人来对待 这是现实中 在我认为真正真正的含义 如果听不懂的话 你基本就是被共产党毁的一个表现 那最新的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罗瑞卿之子罗宇 接连发出声音 而且针对现实中国 所出现的直接的状况 活摘器官和军官的买卖 在他眼睛里 这都是一个王朝 一个朝代灭亡的标志 因为文章 它是一个采访性的文章了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其中主要的段落 罗宇在90年离开之后 92年江泽民把他开出军籍和党籍 在这个背景之下 记者问他你怎么看今天的军队 他讲说 现在中共的军队的腐败 比我那个时候更不得了了 他说我在军队的 他在总参是大笑了 我在军队的时候还没有买官卖官 但是当时是吃回扣 买卖军火 从军火商那吃回扣 那但是还没听说 谁要当个将军给几千万 这个没听说 他说查查中国的历史 那叫官僚体制 这个励志如果搞到了买卖程度的话 就完蛋了 一个朝代完蛋了 买官卖官 是一个朝代完蛋的标志 那我们觉得罗宇的很多内容 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 我觉得罗宇最让我听起来觉得 直接了当的一句话 就是罗宇写给习近平的话 今天政治局常委 你只有一个哥们 那一个干活的李克强 剩下四个等着看你笑话 我觉得就这个表达的最彻底 政治局的四个人 看你习近平的笑话 你习近平不就把政治局常委干了 就完了吗 有关反腐的问题 那罗宇直接说 反腐就是反党 这又不是我说的 老百姓说的 所以真正解决反腐的问题 党内腐败也好 军队腐败也好 唯一的出路 就是逐步的稳妥的民主化 干掉共产党本身 反腐亡党 所以我没 为什么我在评论当中一直 我觉得这个这是个问题 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那是当时大家说的非常响的 今天主政的人 他确实反腐了 他确实反到了这份上 那为什么有些朋友 不愿意面对自己 曾经面对的那种 质地有生的现象 和你的认识呢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对不对 那说明 曾经 攘着反腐亡党的人 那到了今天 你又不提这个事的时候 那你是人品问题 真的是人品问题 这就是党文化之下 被摧毁人性之后 用共产党的文化 在抨击着今天共产党本身 你就暴露出自己的弱点 你战胜不了魔鬼的 人战胜不了魔鬼的 只有 人性 因为人性 对应的是佛性 谈到活摘问题 那 罗宇直接描绘 那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 那在军队当中 叫做 有偿服务 所以罗宇讲 这个活摘器官 器官移植 都是有偿服务的 军队哪有那么多人 去移植器官的 不都是给地方提供服务吗 那是他的财路 所以 然后他就 讲了很多 我们大家所公知的 有关活摘器官的问题 我想说的意思 就是以他的身份 以他的背景 以他周围的环境 那他在 在这个坑井上 在这个时间里 直接向习近平 发出呼吁 而直接点明 现在所有 大家都知道 正在发生的事情 而今天主政的人 还不能有能力 面对这件事情 那透过他的嘴 都讲出来 这就叫天意 对吧 当某一个时辰到的时候 那有些人 当事者迷茫 但有些旁侧的东西 会在促使着 这个当事者 你该干什么事 你得干 你不干 你倒是惨了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 就这么回事 所以我跟大家说过 共产党死定了 是必然的 江泽民死定了 是必然的 那今天 无论你是谁 你当多大官 你要顺应他 当你不顺应 这件事情的时候 顺应的过程 你出于个人的目的 出于各种目的 那没关系 但是你客观的结果 顺应了天意 就行了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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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德国之声翻译了德国媒体的一些中国问题的评论 中国的真实模样和北京的尔语 那这里主要讲的是阿里巴巴收购南华早报 这是法兰克福汇报的16号的报道 中国的真实模样 而文章里首先提到的是普志强的案子 但是他讲中国媒体对该案只字不提 因此观察者只能透过像南华早报这样的媒体去了解 那这份报纸成立了112年 一直是以独立自居 用批评的视角来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那今天他换主了就这么回事 香港记者协会的发表声明讲说 阿里巴巴买下南华早报 担心香港的新闻自由受到威胁 原因就是这种背景就不用太讲了 而美国亚洲协会的美中关系主任夏伟 他向纽约时报表示说 迄今为止阿里巴巴一直都巧妙的做到了不涉足政治 但收购一家报纸尤其在香港不无风险 那中国终归将要把握控制权 就像我昨天节目当中说的 说我跟政治没关系 当买卖做到那份上的时候 有人说了 小马子你把这事办了吧 那小马子还得想 爷看得起我 爷看得起我 因为有爷找他办事的时候 说明阿里巴巴没事 北京耳语 那这是来自于瑞士的新苏律事报的报道 提到说 阿里巴巴的副总裁做了一番表示 表示讲说他们要 就是阿里巴巴收购了南华早报 但是要保持南华早报的采编的独立性 等等等等等等 我跟大家讲在北美十年前大概是 后来我就不知道 咱也不管那事 十年到十二年前 大概是这个年 当时在北美 美国加拿大 出现了很多华文报纸 免费周刊 中国人过来多了就有生意做嘛 靠广告挣钱 但是报纸不要钱 都在这个华人超市发的 十二年前 我一想大概吧 十二年前左右 那个时候 每到过年的时候 就前后这段时间 北京统战部 和中共的政协 把他们这样开做报纸的老板 请到北京去 玩耍一番 什么叫收购媒体啊 他回来 我也到北京去了 人家大官请我们去 在北京待了三天一个礼拜 到人民大会堂 吃了顿饭 就是这么干的 所以这东西在我眼睛里 无所谓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